崔永元接连遭死亡威胁?冯小刚为何至今未发生?图 自中国导演冯小刚宣布开拍《手机2》以来,各种负面新闻扑面而来。 尤其是崔永元的爆料,让娱乐圈的《潜规则》一一被曝出,《手机2》也被直腰折。 冯小刚则至今未发生。冯小刚,左,和华翼王钟磊参加活动,图源,VCG。 北京时间6月7日,《投资手机2》项目的华翼兄弟公司在进行投资者交流时表示该电影仍在拍摄中,公司的其他业务也正常开展,公司与合作演员签署的合同均合法合规,并依法及时缴纳相关税费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目前影片基本完成在美国的拍摄。 但崔永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如果《手机2》宣布荡期,他会继续爆料,让这部影片无法上映。 另外,崔永元还曾表示,从我掌握的材料,《手机2》剧组应该100%平,还不是这一个平,可能有的人电影事业就平了。 如今《手机2》仍正常开拍,好像没有受到崔永元爆料事件的影响。 不过,冯小刚、刘振云对该事件并没有进行公开回应。 《手机2》是崔永元爆料事件的导火索,就算崔永元炮空冯的妻子徐帆,而作为导演,丈夫的冯小刚至今未发声,也不免让人浮想连篇。 据悉,参与《手机2》的公司包括作为出品方的东阳美拉和华裔兄弟,发行公司为华影天下。 其中,东阳美拉是冯小刚持股99%的公司。 华影天下则是华裔兄弟的控股公司,于2016年成立。 有报道称,2015年,华裔兄弟以10.5亿元,亿元人民币约合0.1562美元,收购东阳美拉70%股权,使其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约定为期五年的业绩承诺。 这样一来,冯小刚持有30%的股权。 如果冯小刚未能完成某个年度的业绩目标,则需要以现金的方式或东阳美拉认可的其他方式,补足目标公司未完成的该年度业绩目标之差额部分。 也就是说,手机2如果不能正常开拍,冯小刚或许完不成业绩目标,如果它发生回对崔永元,手机2也可能面临破产。 当然,也有有消息表示,现阶段崔永元相关事件仍未停歇,政府层面也开始对影片参演人员进行涉税问题的调查,难免会对影片的拍摄进度产生影响,而这也提高了相关公司的投资风险。 因此,手机2必然会受到影响。 。 崔永元接连遭死亡威胁,但好像都与冯小刚没有任何关系。或许这就是冯小刚的高明之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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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